阿里巴巴股价两天大涨40% 市场依旧存在上车机会 大家好 我是澳大利亚统计学家 澳大利亚金融协会会员购买死 券商中文投研部主管Jacky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将通过两部分 来解读近期中概股的情况 中概股在2022年上半年呢 暴跌之后又暴涨 我们要探究一下背后的逻辑 第二点呢 就是中国目前的股市是否完全到底 那么解决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首先要看 中国最近的股市表现 在三月中旬呢 中国China50指数和香港恒生指数 一天上涨幅度超过10% 在历史上非常少见 拼多多 股价单日上涨50%以上 同时呢 阿里百度腾讯等大市值的上市公司 两天涨幅呢 也超过了40% 在过去三个月的时间呢 中概股表现特别惨烈 都要跌到快没了 阿里巴巴从此前高点320美金 半年时间下跌到了70美金附近 对于买入中概股的投资者呢 大家调侃到 人还在 但钱没了 从3月16号之后呢 中国方面肯定了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 回香港上市的选择 那么这一个考量呢 也可能会成为未来中概股的主流 同时呢 在当天中国派代表团去美国访问 那么中美双方就监管机构 之前对于信息披露 以及呢中概股退市的情况 进行了新的探讨 并且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那么下跌的背后两点原因呢 一个是政治方面 一个是经济方面 政治上 俄罗斯此前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欧美是希望中国出面调和 但中方的态度呢 会比较温和 一直没有同欧美一起 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那么另外呢 中国内部政府对于 反垄断和信息安全等方面的调查 以及呢 对民生问题相关政策呢 依旧在逐步紧缩 对市场进行干预 第五点呢 就是经济上来讲 中国疫情突破了3000多例 各地呢开始封城 大部分的市场或工厂停工停产 那么中国GDP增速呢 在2022年预期下调到了5.5% 第二个大问题呢 我们就来考量一下中概股是否完全到底了 首先呢 抄底大军呢 是源源不断的 大量新的资金呢 开始进入市场 中国互联的基金呢 虽然大幅下跌 但是基金总规模却在不断增加 第二点呢 中国调查恶意做空股市的资金和机构 那么对于做空的机构来讲 风险啊 尤其是政策风险大幅度增加 第三点呢 全球央行来看的话 美国通胀水平创40年新高 已经确定开始加息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 中国央行依旧可以继续放水 因为此前全世界都降息降准 但是中国呢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中国央行的可操纵空间是比较大的 对中国的股市也会起到一定的提振作用 综上呢 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处于政策底 但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底还没有完全出现 短期的利空出尽 空头被逼空之后呢 加上政策的利好刚刚来临 所以短期出现强反弹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长期来看 最佳的市场底部呢 应该会出现在中国疫情完全控制住 或者中国央行开始释放更多的流动性之后 因此呢 中概股或China50指数 以及香港恒生指数 还是存在入场的机会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大家想要获取更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在悉尼的朋友和墨尔本的朋友呢 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 悉尼电话呢 是029188 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呢 大家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